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老师王英田 今天为大家讲授的是投资学的第一章 我们要看看资本市场里的基本元素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几个关键字来提取基本元素 What, Where, How, Who, and Which 也就是什么是投资,在哪里投资 有什么样的交易机制,谁在投资 以及有哪些可以投资的产品 好,我们先来看看到底什么是投资 说到投资呢,你的印象可能是挣钱 但其实投资的本质是牺牲眼下的消费 为了未来的消费 那既然我推迟了消费,就要从中获得补偿 比如说,补偿时间价值 时间是有价值的 当我们延迟满足的时候呢,就应该得到奖赏 大家一定听说过朝三暮四这个成语 这个成语的来源啊,是讲一群猴子分七个毛利子 猴子们呢,对于早上吃三个 晚上吃四个这种分法呀,颇为不满 但是呢,当主人给他们早上吃四个 晚上吃三个时候,就笑竹颜开了 这个故事呢,本来是人类在嘲笑猴子很傻 在总量一定的情况下 早上三个和晚上三个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如果你考虑到了时间价值 就很不一样了 早上吃四个,晚上吃三个的分法 相当于呢,把现金流 或者说把消费提前了 当然更受欢迎 因为这里边我们减少了时间成本 那在投资中呢,除了承担时间成本 我们还承担着通货膨胀的风险 还承担着流动性的风险 比如说啊,我在急需用钱的时候呢 手上只有债券,那怎么办呢 我在市场上不得不以低价把债券卖出去 这就是我所承担的流动性风险 再有啊,如果我购买的债券得不到偿还 或者说发行方跑路了,违约了,怎么办 这就是我所承担的信用风险 既然我承担了这么多的风险 那么自然要求补偿和回报 所以在资本市场上 一个永恒不变的定律啊 就是高风险,高回报 投资呢,进一步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实体投资 一类是金融投资 当我进行实体投资的时候呢 我就是一个创业者 这时候我要搭建厂房啊 购买机器,雇佣工人 为了生产产品 那如果我进行的是金融投资呢 我就不用去拥有自己的工厂 我可以通过持有一家工厂的股票 从而获得对这家工厂 未来现金流的要求权 这就是金融投资 这两类投资啊 显而易见非常不同 它们的区别呢 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定价方法不同 当你进行实物投资 或者实体投资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 实物资产的价格是向后看的 是历史的 是已经发生过的 比如说 当我把一个鸡蛋呢 当做实物资产来投资时 那么这个鸡蛋的价格 则是生产这个鸡蛋的成本 再加上市场上一个平均水平的利润率 但是呢 当我把这个鸡蛋 当做金融资产来投资的时候 那么这个鸡蛋的价值 该怎么计算呢 你要知道 金融资产的价格 是向未来看的 也就是说 是这个鸡蛋 未来所可能产生的 所有现金流的折现 一个鸡蛋 可以扶出小鸡来 小鸡又生出鸡蛋 蛋生鸡 鸡生蛋 最后成为一个养鸡场 这个养鸡场所产生的所有现金流的折现啊 就是现在这个小小鸡蛋的价值 你看 这就是食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在定价方法上的区别 第二个的主要区别 是我们如何决定要不要投资一个项目 当我们在决定要不要投资一个实体项目的时候 我们的标准呢 是NPV大于0 什么是NPV呢 就是NPV 也就是这个项目的净现值 即这个项目未来所可能产生的所有现金流的折现 只有当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大于0的时候 我们才会决定去投资一个实体项目 但如果你采用相同的方法去决策 要不要投资一个金融产品呢 你会发现啊 这个金融产品的净现值 也就是NPV 它永远是0 这背后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到金融资产的价值啊 本身就是它未来现金流的折现 所以它的NPV当然永远是0 从这个角度上讲啊 你投资金融产品 或者说你在资本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候 永远是等价交换 是不产生正向的净现值的 或者说不为这个社会创造真正的财富 所以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呢 不能只有金融市场 要有实体 要有产业 要有高科技 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市场不重要 我们只是说在金融市场上去交易金融产品的过程 不为社会创造新的财富 但是金融市场作为中介 它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 这些服务是有价值的 甚至可以说是极大的价值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看看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资源配置 也就是说在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上 或者资本市场上 投资者呢 就像选民 他们用口袋里的钱 最终决定每一家公司的去留 当一个公司有健康的运营状况 有很好的盈利性 那么投资者呢 则会更多的去购买他的股票 把股价拉升 这时呢 这家公司就会发现啊 他很容易去发行新股再融资 或者说从银行啊 很容易贷到款 用来做大做强 这样就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金融市场的第二个功能呢 叫价格发现 你想发现自己的价值吗 很简单 去市场上找一份工作 同样的道理 一个新创造的产品啊 是没有人知道它的真实价值的 那么不用急 你只要把它投放到市场中去 慢慢的在供需中 在交易中 自然它的价值就会被揭示出来 比如说 著名的欧式期权定价公式 Black Scholes公式 出现在1973年 那么在它之前呢 其实欧式期权在市场上 已经交易了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了 除此呢 金融市场的第三个功能 是帮助我们进行消费择食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啊 都充满了消费择食 只是没有意识到 比如说呢 你几点起床 几点睡觉 几点完成作业 几点提交老板的任务 在人生中 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生子 什么时候离婚 这一切啊 都是关于择食 比如说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啊 为什么一个年轻人 要在18岁 高中毕业的时候 上大学呢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选择是天经地义的 其实并不是 很多欧美国家的年轻人啊 在18岁 高中毕业以后 他们先选择工作 或者穷游 经过几年工作的积累 发现自己的兴趣 用自己积累的财富 来缴纳学费 而中国18岁的学生 实际上呢 是选择牺牲了眼下的消费 从父母那里去借钱 缴纳学费 等毕业以后 有了赚钱的能力 再回馈父母 你看 其实这就是一种 人生的择食 当然 后一种选择 对大多数人而言呢 是最优的 金融市场 也为这种选择 提供了方便和支持 他允许一个年轻人 从市场上借到学费 而不是父母那里 当然 金融市场 还有风险分担的效果 当一家公司 发行股票的时候 实际上啊 是把自己的运营风险 部分转移给了股东 所以说 金融市场 对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发展 是不可或缺的 华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